广东小子当兵六年 出征海外擂台 一拳KO韩国 跆拳道助席 大家好 我是小马 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场世界比武大会 走进韩国首尔战的比赛坚强 好 现在镜头中的这位就是我们中国的广东小子 赵小亮 没错 他当兵六年 现在进军到职业格斗的赛场上 今天他是客场作战 他的对手呢 是韩国的一名跆拳道主席 今年已经60岁 不知道韩国为什么派出这么一个 这个剧毒轻重的人物 难道是他们输不起吗 我们看一下 满头都是蓝色头发的这一位 就是朴龙水 来自韩国首尔 跆拳道非常非常的厉害 所以呢 今天这场比赛非常的有看点 一个是我们中国的退伍军人 一个是韩国的踩拳道 高手 双方的比赛开始 赵小亮主动进攻 对手在接接败退啊 多命攻前直接打倒 赵小亮为什么选择后退 没有压上去继续踹他呢 应该抓住机会啊 趁对手的病要他的命啊 赵小亮下潜爆摔的这种动作啊 意识太明显 就被对方识破了 侧踢 地小踢没打中 赵小亮打出了很多的空拳 小心 对方的后手拳打中了 赵小亮 两拳连续两拳 前方要小心 好的 一腿打了回去 打回去一腿啊 让对手也感受到了 我们中国退伍军人拳手的威力 他的力量 这个韩国的瓢龙水 别看他年纪大 这家伙的身高 还有体重完全的占优势 他的体重达到了218斤 摁倒在地 摁在铁龙边 狠狠地爆锤 没有 对方还能撑 第一回合已经过去了两分钟 好 赵小亮的防守做得很到位 现在 哎呦 连环暴击 直接把对手打死在擂台上 哇 实在是太漂亮了 直接把对手打到翻了白眼 哇 就活就不活呢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恭喜赵小亮来自我们中国广东小资 在韩国首尔为国争光 KO了跆拳道的社长 助席 让他们颜面无存 我们伴随着精彩的慢镜头 结束今天的解说 喜欢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直接打过 la 结束的 The winner by Knockout Assassin Oh there he is After a huge knockout win tonight You going to the after party? I mean I'm heading over there right now I'm asking the producers How soon